嗨 我是Alan 歡迎又來到你也能到的一日秘境 很多人可能會跟我說 Alan 你可不可以拍一些 簡單一點的地方 我都不能帶小孩子去 這不就來了嗎 看後面這個橋很熟悉對不對 今天又要去龍穴瀑布 我剛剛差點講龍穴溫泉 龍穴沒有溫泉 去年才去過為什麼今年又要去呢 因為今年特別變得很親子 睡沒有那麼深 所以小朋友來說 危險會變少 今天還會想去的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我看到人家影片 有一條新的路 你高一點的車子 甚至可以直接過水 我蠻有興趣的 最近換了大白熊嘛 所以就要去看看 我們的車能不能過去 我們買車已經三個月了 做了一些配置 所以等一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我們怎麼在車上睡的 好 去玩水 很棒很棒 我們車可以過 水最高大概40公分 不到膝蓋 天水蠻可緩的 這裡還是要提醒啊 後來震雨後它會暴漲 通常暴漲一下子就會退了 大概一兩個小時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看看天氣 今天應該還好 剛剛從紅色的泰義大橋開過來 路線比較不多講 大家可以看以前的影片 你開還是我開 我開 好 你開 走 完整通過 好緊張喔 好玩嗎 我以為我要飄走了 有一種陷路然後載浮載塵 因為我沒有 過了 過了過了 伯娘等一下玩水囉 我們過這個水以後就可以離龍穴更近 沒錯 以前還要走5分鐘 現在只要1分鐘 走吧往前 前面很亂喔 要小心喔 走 走 伯娘 下車就玩水囉 伯娘 那個很簡 是不是就這樣而已 什麼啦伯娘 還好吧 公主還要抱喔 啊啊啊啊 伯娘 伯娘要很喜歡這個水 才會一直站在裡面 嗯 不然他剛好就起來了 對 好想起來 他想完就起來 居然 給你個面子 搭天幕 GO 在搭天幕的同時呢 來分享第一個大白熊做的動作 就是 貼車模 這個是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每次去戶外真的很容易刮傷啊 我們要保護我們美美的車漆 以後呢 也比較不會花更多錢去處理 當初呢 顏色非常多種 色票好幾本 花了好多心力去思考 因為這一貼就是五年的事情 我覺得一個重點是 我的車殼是一個比較圓潤 淳厚的形狀 它不適合做一些太膨脹的色 會讓體積看起來更大 什麼叫做膨脹的 舉一個例子 橘紅 寶藍 這種都是膨脹色 那其實還有很多選擇 比如說 中野綠 比較森林感的 比較淡一點的奶茶色 這個可以算是適合我們車型的 但是呢 我最後還是選擇了 橡牙灰 而且呢 選了消光面 非常的耐看 低調 品味 哈哈哈 自己講 第二個覺得超級好用的就是 我們的腳踏墊換成了 3D卡固 這個我們在本專有分享過 詳細的介紹 大家可以去看 實際使用呢 真的很棒 它有一個女兒牆 不論我是泥沙 水 倒下去 都不用怕 去自助洗車場 真的很快就處理好了 推薦給你 第三個 非常重要 我們南部一定要的 隔熱紙 這次選的是高雄在地 北高雄的店家 幾品 汽車隔熱紙 非常用心 老闆 老闆娘 人都很好 三個人同時弄 幫我們貼全部的膜 去吃個早餐 一下子就好了 我們這次選的是龍膜 美國大品牌 它給我六種透光率 我有拍攝需求 所以是選比較亮的 如果想要選暗一點的 也可以選暗一點的 因為很滿意 謝謝店家 之後再去找你們 我先去玩水 等一下再來 車上的床 我撥到囉 車上的床 深度不錯啊 趕快下去 下去就不會冷 水連動的感覺 在這裡 你是什麼阿伯喔 哈哈 聽不到 我要玩一個遊戲 看能不能跳下來 就坐到座店 這塊很棒 很適合躺在水裡 很適合躺在水裡 很適合對不對 對對對 你這樣很像賽豬肉 他說這樣有意見嗎 他說這樣有意見 大家講講看 有意見的人 就看得出來 有意見 OKOK 意見 意見 接下來就是車速的部分 也是我買這台車的一大 主音 對 有車速我們就可以 節省住宿費 又省時間 當有時候爬山啊 我就可以直接睡在等山口 那我在挑床墊的時候 是特別去找了台灣廠商 問他能不能幫我量身訂做一下 因為我們車子齁 用這台車 車速的人比較少 我跟他說 我要比一般床墊還要再薄一點 他就幫我做的比較薄 收納會比較好收納 因為我車上還要放其他東西 而且他不是四方形的喔 他是有能有角的 跟對我的車型去做調整的 可以怎麼樣 充滿 充滿嗎 填滿 我們想要把床墊分兩邊 這樣彼此比較不會影響到 這樣講好像感情不好 但不是這個意思 比如說今天是只有一個人出門 或是只是想要睡個午覺 我就可以用一個 這個是床頭延伸板 有些後座倒下來之後 中間會隔得蠻遠的 或者是你身高比較高 你需要前座比較前面 就需要這個延伸板 讓你的頭是有支撐的 嗯 我沒想過有這種發明 科技始終來自於惰性 惰性啊 是來自於舒服吧 這裡有可以放手機的地方 這顆枕頭 也是他們家的 對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沒有弄 就是睡覺的時候要開床 我來用 這樣就不怕蚊蟲啦 而且還可以通風喔 可以通風 這種套式的前後會有兩層 多一層保護 有一種是那種撐起來的 或是吸鐵的 那通常都只有一層 這樣套上去比較直覺 啊有些人會放床包啦 他們家也是有賣床包喔 他說就這樣 那我要睡囉 那好你睡吧 看一下這個睡覺的風景 擺噪音好棒喔 這個床樹的體驗呢 睡過好幾次了 真的是很滿意 我覺得 既然我都水折車床了 當然不能像在眼一樣 非常驚驚乖乖痛苦硬硬 然後捧捧捧這樣 呵呵呵呵 推薦你們 然後這一次呢 我們跟廠商談的團購優惠 床墊擺就送枕頭跟床包 平常官網是沒有送枕頭的喔 枕頭直接送 金額都蠻優惠的 他給我們這個包套非常推薦 不論你的車型是如何 你都可以上網去訂購 都會送 因為他們也賣很多了 所以你只要大概講 一般會車速的車型 他就可以出那個尺寸給你 只要備註一下 你是什麼車型就好了 如果你要第二顆枕頭 就加購 加購也有優惠 比官網單買還要便宜 延伸版也是可以加購的 通通都比較便宜 為什麼不買充氣的 不知道耶 啊你不知道 一般的床墊不會壞嘛 可是充氣的如果一不小心 真的no poor就是破了 雖然說現在充氣的也做得很好 但是我就是多了那一層擔心啦 所以後來就選擇這個廠商這樣子 橡牌床墊 大家去看看 我可以再補充一下嗎 我們在拿到床墊的過程 我覺得蠻開心的 有滿足我心中 輕量厚的這個數據 他原本的厚度是比較厚 跟老闆說我們真的想要收納小一點 最後一層截掉 倒數第二層縮短 睡起來還是很好睡 市面上大概7到8公分 那我們訂做之後 快到5公分的厚度 收起來會比較小 但是又睡得可以 大家有興趣 下去下面看 人家講怪怪的 鞋子龍雀就是跟我開頭講的一樣 今年非常for 親子 剛剛最深的地方 面對瀑布的左手邊 最深是170 其他地方大概就跟一般游泳池一樣 大概150 140甚至130 小朋友來大人有看車 都危險性不高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午後雷陣椅的話 這邊是會容易快速長起來 可是也很快就退了 所以就看好車退的路線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今年車子可以開到對面 只要高一點的 以前沒有這樣子 很多人問我說 Alan那個秘境就那些啊 拍到有一天沒了 你頻道怎麼辦 我就說 就每年都會變 就是這個樣子 今年這個龍穴這裡 一定會變成野營天堂 而且是車速野營 因為大家都可以把車開到旁邊 其實我在講的當下 已經是這個狀況了 推薦給大家 謝謝龍穴 今年也很棒 穴水泥 哈哈哈哈 什麼哏啦 沒有哏 謝謝你喔 這集就這樣喔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鈴鐺 我們都會親自回喔 我們也有會員頻道 有機會一起出去玩 就這樣 掰